大家好,今天是11月16日 回到明報BUSH賣身擊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看看黃金和白銀 我們見到金一口氣在11月 跟著股市一起上升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因為美金回落 上星期出了CPI比預期差 市場預計美國的加息預期會放緩 美金回落,黃金向上升 上星期五,11月10日出完CPI之後 金是由1703,抽到上昨天最高 1786 在記述片上輕微回調 暫時來說似乎是回軟 但金始終是彈了上來 你說到阻力位沒有 其實真正的阻力位大概是1883元 這個位置大概是200天和250天 多數都是在這裏才有阻力 暫時來說,你不應該投入金 相反,如果是回得深 我們看看會否低位再買 用10天線來做止蝕 繼續向1803進發 始終都是那句 暫時的美金叫做回落 還未到阻力位的黃金 仍然會有支持 我們暫時來說不用心急買入 看看可否回低少少 這條10天線引伸過來 我們反而要捕捉低位 你可以當作大Range 左力位其實還未到的 位置大概是103左右 至於銀行也是一樣的 你看到它衝到250天線 200天 過去那四天不斷還行 說真的,上升力度不足夠 黃金力度大 但它也算是硬正的 給少許時間 看看可否還行之後 再有下一轉的上升 暫時來說不用心急買入 等黃金調整 調整完之後 我們仍然會有機會 叫做Buy on Deep 就是這樣 今天就這麼多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留言給我 拜拜